现在时间是晚上8点33分 8点33分开始荣耀 2月6日晚间 武汉精英坛医院 正式对一名68岁男性重症患者 转开可能是目前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出现明显疗效的临床试验 现在大家所期望的瑞德西韦这药 我们就在今天正式开始了 它的临床试验 期望能够尽快地 给大家一个科学的结论 它有效与否 根据医学杂志报道 由美国药厂吉利德科学公司 研发的实验药品瑞德西韦 让一名30岁的武汉肺炎患者 临床症状大幅改善 消息一出全球瞩目 而这款原本研发用来 对抗伊波拉病毒的用药 幕后研发了关键人物 还是来自台湾的女科学家杨太盈 瑞德西韦多家医疗机构 正在就这个药物 组织开展临床试验 以期来研究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有一些实验室的东西 直接用到临床是不是要谨慎一点 所谓临床医生还是要 按照临床的规矩来做 瑞德西韦究竟是不是武汉肺炎的特效药 目前还是未知数 但在此同时 瑞德西韦药物的专利权 却出现武汉病毒实验室 在与美国吉利德药厂 争抢大陆地区专利的争议 意外成为疫情疗效外的焦点话题 记者综合报道